陈先生想问一只五号车汇空 五号车汇空是五十元进入 他问有没有力反弹 已经升了一段时间 由四月下旬开始看 当时还未到四十五元 到现在 我想大概是一个月松一点 都已经升了超过一成的状况 所以现在这段时间 因为人民币有一个贬值状况 有机会对于一众金融类的股份 可能都会有一些资金流出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就要看看港股 可不可以保持升势 譬如今日现在去看的时候 都是暂时开盘还未升七点 恒指来说 所以都是倾向上弱一点 如果今个礼拜恒指不能够 去到我刚才说的位置 譬如是29,300附近的位置 我想上去50元汇空这个机会 就会比较微一点 所以如果见到连续两天收低于47元的时候 又不想再继续等 可能先走了就会比较适合